台湾中央社消息称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比奥等国会两党议员 近日在联邦参众议院重新提出台湾代表处法案 古葬美国国务卿就台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更名一事 与台湾展开协商 该法案提出将台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名称 由台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比奥 10日发起参院版本法案 中院版本法案由共和党籍众议员科蒂斯 民主党籍众议员帕帕斯联合提出 台湾中央社提及 部分经台议员常年推动台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更名 美国前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 早在2003年就声称支持台驻美机构更名 但由于事社敏感 加上华盛顿部分意见认为 改名仅具象征性意义 尽管2021年9月曾一度传出 拜登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台当局提出 将驻美机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的请求 截至目前尚未有显著进展 2021年9月针对有外媒披露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台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一事 外交部国台办曾做出回应 当时外交部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有关承诺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 包括不得将台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停止向台独分地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时也曾就此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建交国 发展任何形势的官方关系或互设官方机构 朱凤莲同时强调 民进党当局无论怎样玩弄花招 搞台独都注定失败